开枪了 因为他的车队比较紧凑 他是打这波团他是不怕的 他直接盯着他还在打 你看见没有 把你车打停 而且你只看到两辆车 一看车上没什么人 这波只能把你逼挺 你这个人头基本上是必拿的 所以说4GX 这该出手了 稳稳的一分 龙将军这把 上一把大杀特杀 这把上来就白给 没办法 他在看里面的情况 然后这个观察位置 踩到了GX的视力范围 这过点的让他走 脚底下还有一个听到声音了的 这不换蛋我感觉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换蛋了他就是不知道 你看这个黄楼和这个蓝楼 就没有一个窗户 就在这边了 这个位置就 哎这倒了 啊这倒了 这太尴尬了吧 我刚刚说完 烧到了烧到了烧到了 我又倒了 哪泥 我都觉得其实 是MG有点迷了这个位置 又要反扑了 我不理解 只能说对手出伤效率太快了 就太好了 是的 是的 就就太准了 真的 真的就太准了 但他自己的站位肯定是有问题的 啊都被团灭了 打一个先手居然被团灭了 我不理解 这个马入 这个位置 我绝不苟活这意思是 还是一边看一边走 没了没了 他人没了 好不要 进进入轮回 下一局再见 这MG这个 目前来看 主要是一直有人在赶 他肩脾就跟着他就很烦 他还不敢停 是的 那他撞的话 有可能肩脾会把他加了 对 巨幅已经合了 那巨幅这个 他这个北部以为没有人 他不落策吧 他北边其实他拿的信息还可以 哦呦 做成的好准啊 老挨这里刚好在干什么 好像在 维典打人了 再过来来不及了 又折一个 就是一个了 你看这还是那个 给我黄一饼留一个人头 哈哈哈 开瓶处理的都很好 这波开瓶 小明呢 小明鼓了一个 现在反正目前是一人一个 打到最后一个人 估计也 DF的枪线赶 天路在扎 但天路要路过满边的 尖检 出一只 会要决一死战马 中尖检 有可能这个阶段 可能是 是的 是的 尖检不能容忍 必然是不能容忍 这时候比大家守雷的一个效率了 赵阳先倒 继续伤害 如果还能跟上的话 还有机会 尖检想跑 啊 他不是有先手吗 他还跑了 USC在抽 他们也不能探出头来太多 天路只剩两个人了 赵阳刚才也在捏雷 捏雷稍微慢一点 因为毕竟尖检 是先听到车身过来的 是啊 那人家四个自己损失 可能会跑大一点 我们看一看吧 他能扶吧 天路能扶的 我看人爬回去了 跑回去 我说实话 天路这波就是应该想让 对手去帮他解决天路这个位置 他自己不想再冒险了 然后KF想过来炸人 危险了 快点 直接徒步往前摸 只是龙龙拳 是的 他们这个从右侧右侧也很密集吗 对我 先都过来炸人 1108 我到了 到底 Hikari 一个雷 拧到脚后面 蹦 哎呀 啊 还没来得及炸 他先动呢 是的 这个雷 呃 反应时间稍微长了点 一倒了 蓝圈要过来 但不要踢蓝圈 他先去蓝圈要跑位 但是因为枪前太密集 哎 你 出来了 啊 连视三个倒地 加上聚服的球 噓噓噓噓 爆炸完成 一波 闲 团灭了G2 感谢 哥布林老铁送的两分啊 是的 本来呢 就是尝试性的去换换分 对吧 确实进圈不好进 就怕被拖 你知道吧 人 一人一个房 威琪从侧面也在抽 所以稍微靠右边 靠右边 是的 小鬼这边直接单架 给你架点的压力 然后好在是蓝楼 天蓝 他没角度啊 这个时候没有角度 去给他扔一些投资物 因为侧面现在蓝圈没合的话 威琪也有些枪线 在看左侧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高点上面那个位置 他可以拉角度 这个门的 这个窗户的朝向就很拉卡 FTY的人是拉到了房区的北部 去进攻巨幅 想要以圈内卡圈外 但是他们现在人已经不多了 对的 巨幅毕竟是接 他的 这个 FTY告诉我们说 他如果不拿 巨标的两分的话 可能就把 楼里应该被清掉了 楼里被清掉了 天气机会也来了 KDF 一直想要去把房区当中的两个队伍 最后给 小阳这波过点有危险 来 但是 前几出手了 这波 巨幅能不能腾出手来 应该错是看前去走 看前波没压住 我不是去走吗 错诊 还有一个 嗯嗯 可以 点上 锁定位置 对我可以有侧身 OK 哎 没问题 搞点那个位置也炸不了枪 那个位置角度看不到下面的 现在的话 绝对的人力又是 补掉这一分之后 再往前 GX GX要卡到全边了 这波巨幅还是要找换分的机会吧 他现在8分了 他这把也是那种 几乎没有办法持继 但是有机会再换点分的那种位置 是的 持继也不能再拖了 持继那个方向 过来了 扶起来 对方是选择且战且退 呃 又倒一个 这里还有V7的人 对 V7在北部已经等好了 等着收割呢 对方是 今天只冲到龙就权的隔壁了 那今天只走的话就是巨幅跟GX打 嗯 呃 好像没有时间救了 哦手雷炸倒 刚好一 那一瞬间 恰恰的一瞬间给他炸飞了 也救不了这围巷 前面依旧依旧不好过啊 V7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单位布局都不好了 是蓝圈过来现在就 能能摁到谁摁谁 是 坡巷子 点了一下对我的包 嗯从坡巷子 啊龙宗玄在那个地方独自扛肩肌 另外一侧是的 这时候还有的操作啊 蓝圈不加还有的操作呢 V7满边 取掉 太低了 是的没时间打药了而且 巨幅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现在 没有跟GX硬碰硬 找了个正南侧进去 刚好看到了荆棘的屁股 再加上刚才荆棘想要上上去 然后被农村圆枪线给 现在大家都在看 他们有个挂巨幅还在啊 对啊他还在他还在 这边一直在封烟 然后封了这个 巨幅的枪线烟的话呢 V7一直输出这个巨幅巨幅不好换 这是一个比较 难受的事情 刚刚那应该是最后的时间了 趁着V7还没过来的时候 刚才打正经那一会儿 是的 农村来了 他现在就没地方去了 他只能看坡价了 肯定都爽抽你嘛 对吧 是的 是的 这把感觉是V7跟Pero打决赛圈了 Pero直接圈套脸 等级完事了 田霸呢 田霸这么久不说话 他说过 他击倒过NewHappy的人 但是太远了 NewHappy直接扶起来 然后两个人就各聚 左边右边 他们好像还在对枪 那这样一来的话 有可能又是会出现 PCO会是决赛的情况 是的 GS现在圈边还有位置 NewHappy应该是动不了了 现在NewHappy不管往哪边动都有人 哎呦 这车 正好来分了 是的 是的 先进圈 拨点排名吧 贴到空头箱那个位置 其实应该 他已经有排名分了 第八名了 多点多点 龙东泉是第八名 周平 对 Hero 天霸和GX 哎 先用炸车 炸掉了Inonix 然后周平炎被电倒 好像结果还可以啊 差不多到处为止的感觉 又倒一个 哇 这两枪头 哇 就离谱 哎呦 再打一个 这个独狼不就是对赢了 哎呀 被对过 被布丁哥给对倒了 是的 布丁毕竟是窄编嘛 他这个心理压力会少点 布丁也倒了 嗯 那床上没独狼了 看一下这个先是Pero去卡GX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感觉这个时候不是很紧张 好家伙全部给 哎呀 全部给分 那这个结果就不好遇下了 自己给补了 这个不是学奸计的吗 勤俭吃炸 这个时候还先扎崩蛋 树先生还忍了 这三个天吧 二楼有人 你看这个上二楼就来不及了 是的 二楼现在外部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林树只动了一小步 他没完全推过来 哦 又打倒一个 我天吧 气势如虹 制造的中间位的马云龙 AZ要不该补队 防守 他可能当时所有的助力都在GX那边 所以导致 他在这里的阶段是有一些漏洞 过点 哦 被闪了 AZ被闪 是的 呃 现在已经是天吧全员 替有个人的力能拯救世界 看到了 小佐 敢不敢出去 二楼踩住了 把二楼的人给赶走了 但是队友这里也是损失的厉害 而且小明刚对了一波枪很残 才打起雪来位置也是暴露 就这波了 就这波了 打倒一个 来了 小佐 这个爬枪很危险 哎呀我刚才知道 这爬枪非常危险 但是他自己又累 唐地利把他炸倒了 一打二 还有得玩 给了点机会 是的 黄明 有闪 也就这波的 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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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闪强 扶起来了 扶起来了 处烟 他这个火 搞到火碾 然后 是的 先把这个报信的先打了 换个位置 对 来 看起来 他知道对方的人一扶 今天是准备补伤的 他就不给你漏 到了 你打一 起来还可以接受 对方在晃 有闪 没吃到没吃到 缺口 哎呀 缺口还是打赢了 还是打赢了 这个很刺激啊 很刺激 很刺激 这决赛圈 我觉得挺值回票价了吧 这决赛圈 是的 很有质感